米高美中国软厂的交股 它预计在星期五在港高所那边正式的挂牌 现在安排价比它的定价大概要高六个泡左右 根据现在我的观点来认为 就是米高美中国的定价比较合理的 我相信它有一定的水会给投资者去做出一个盈利 所以我相信首天它应该能够有五到十个趴的胜负 但是我相信短期来说赌业的股票还是保持一个比较常识 所以我个人比较建议投资者可以暂时持有美高美中美高美中国 等它让这一波的尝试软解之后才做出一个决定比较妥当 就好了 留意取加达出ником 注意证学问 智 wondering